更炮轰真正该客的囤房税 政府确实一点都不敢做 年轻人未来到底买不买得起房 为了抑制高房价 政府通过平均地权条例 祭出五大措施 包含限制换约转售 禁止炒作 增定检举奖金制度 预售物解约需申报登录 限制司法人购物 并在五年内不得转移 若是炒房将被重罚 最高处三年徒刑 更罚到五千万 但出重拳二只炒包 真的优优马 高炒房就重罚 但在野党炮轰政府 死不克囤房税 根本打不到核心痛点 房价吓得来才有鬼 过去民党政府执政这么久 六年都来我们没有看到 他有其他的作为 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你要做 或者没有不想做而已 政府说要打房 让年轻人可以卖得起房 三读通过阻止企业投资客炒房 但政策有没有用还不知道 结果现在进电子烟 加热烟管载具 却当电子3C产品不纳管 还可能让国中小学生 买加热烟管 像买橡皮擦一样轻松简单 家长老师炸裂开红 加热烟的这个载具 到底是可以拿来储存相片 还是可以拿来连网路 为什么会列为3C产品 我这个真的是 推卸的责任推卸到 毫无逻辑可言 真的是可恶之急 把我们孩子的健康拿去卖掉了 各界炮轰声浪后 最后协商朝野立委终于又共事 纳管加热烟管载具 但最终得一等13号 立法院三读通过 记者谢宏如陈宇荣 代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